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民运动会10月17号起到22号是在花莲登场 而圣火是在东大门广场点燃 取山海精华及文化供酿 以原名狼烟为继,引燃了母火 10月4号是以逆时针的方向 进行了全台圣火传递的工作 13号的上午是先来到了复理乡 接着来到玉里和浊西乡 可爱的平平安安一出场就可爱爆棚 玉里镇舞团更是以阿美族舞蹈来迎接圣火的到来 玉里镇知名的舞团穿着阿美族服饰 跳着阿美族舞蹈热闹气氛 来迎接全民运动会的圣火到来 吉祥物红面鸭平平安安也跟着音乐摆动 模样可爱吸睛 全民运动会10月17号到22号在花莲登场 圣火在东大门广场点燃之后 以逆时针方向进行全台圣火传递 13号上午先是来到布里乡 接着来到玉里跟浊西 玉里镇长带领各客系主管热点欢迎 根据我们圣火队的道理呢 我相信全民运动会在这个月17号开始到22号 欢迎我们全县以及我们玉里镇的民众 有空多多参与我们全民运动会 7所学校校长所组成的圣火队 将圣火传给正式公所组成 首长圣火队以及中小学圣火队建立 传递109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莲举办的讯息 陆续绕进各厢正式的圣火传递 整备迎接全民运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